去年十一月十號 槍手先前往郭載清的工廠 瘋狂掃射五十八槍 接著到謝財王的服務處 再開三十槍 短短八分鐘內連紅八十八槍 在大選前犯案震驚社會 大動作發佈茶器專刊 要將洪正軍 孔祥志 兩人神之一法 不過案情一度陷入焦灼 因為遲遲找不到安孤 到底在哪裡 為打擊犯罪 保障離岸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維護離岸交流秩序 公安機關對洪正軍孔祥志 依法做出穩妥處理 在中國落網後 向上回溯才發現 原案兩人從台南搭漁船 偷渡到中國泉州 逃亡天數長達一百零八天 專案小組研判 背後一定有精緣 曾經透過親情喊話 希望兒子早點出來投案 但這一招似乎也沒用 因為兩人早被控制 光是他們跑路生活花費 都只能使用現金來觀察 加上漁船偷渡是誰安排 誰在泉州幫忙接應 種種跡象顯示 背後恐怕有藏鏡人 掌控一切 希望說減徑店 改辦就要辦 有正義就是辦 不管怎麼樣 經過台南市一個 很好的治安 是不是光電利益潮不攏造成背後主謀 俠院報復 隨著兩人歸案 到底是不是外傳的前明代 居中接應 真相很快就會水落石出 既新聞黃孫生黃藝萱 劉薇婷采訪報導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